爱情和争取玩不放弃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凡人游戏 我是湘西特派演员林欢 大家如果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不打我们的电话 686158658来进行报名 那今天呢 我们的男嘉宾啊 已经35岁 是一个试婚年龄 但至今呢 却是未婚状态 而他的母亲呢 也是为他操碎了心啊 所以今天呢 也是特意陪了儿子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那么这个时间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本期的男嘉宾 大家好 我叫陈世伟 今天36岁 从事这个轮化油的 这个销售和量油销售工作 本期的男嘉宾 陈世伟36岁 身高1米70 个体月薪7000元 未婚 我方面的收入 大概有7000左右 只是有那个厨房 老家修的一栋 然后车有两排 有一台拉火的 有台这个小车 早就过了儿力之年的 陈先生 虽然已经有车有房 失业稳定 但他的感情问题 却一直波折不断 在感情方面的男嘉宾 我们也是 相当时起步的可能比较晚 那个时候人特别穷 最惨的这儿来着重庆的这儿 都是住个楼梯间 一天吃饭吃两本 我都找不住了啥种 那边是店都没有自信 也没有勇气 有很好的专业缘分 其实别个都已经标录出来了 我都没有勇气去表白 差不多是到了32才开始刷第一个 他人来比较消气 是动不动得很容易生气 我妈都是喜欢那种 我回了一会 学一会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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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做家务的 学一会那种 三个都要浪漫 你不太喜 我刚还喜欢 就算他都能穿过去 找人家 不太难了 这种人都能够吗 第二段关心今天 然后那个女儿是别人介绍的 然后比我小九岁 这时候我觉得他心里有点粗鲁的 我妈倒是喜欢他的 他就是会做家务 我妈还喜欢他的 我看到他穿带从海 我都已经可能买到吃水饺 都买到 有还有熟知 也有反正对人那些 很关心很体贴 他招式那些 人们每天都去做饭 找人家都做 哎呀 我有喜欢哪个哪个做饭 我就是喜欢哪种不会做饭 他人家我会做这个 你会做有客人来 你会做什么 我还是会 我还这样会做 有 这个留意 可能煮鲁做人的饭 不要让他帮忙做 可能 我还是在习 你煮四季洋餐 他做个饭 好简单的事情 简单的 说话 简单的 你一直说你不想找女儿回家的 这样不能贴着你的心脏 啊 对 我觉得还是说 我先踢腿年车没人来吃 往往是不会家伙的女儿 在其他方面跟你有 有事先后就大 但是你妈妈这个事情 你不开心啊 没有啊 好好好 她不开心不是问我 就是喜欢我们的 没有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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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家务这件事上 两人都不愿意妥协 那么除此之外 陈先生还有哪些择偶要求呢 我喜欢的是要那种温柔的啊 比较那种交响的 有那个小夕的 最重要的是人品也好 你以外的有孩子也都行 有才华都更好 门前外面 祖神也会 那时候会讲 有哪些才华 看来生气那些 还走到 还走去那些嘛 我说有才华的 女女并不说 还要开合到个店 要是说 她上个普通的班 我觉得都要行 要是主要是 智商要高点 那个时候都冲了 你说她有那个大点 有那个大点 也更好 不 我有时候我不大习惯 那种女强人 女强人又不得呀 你成家没出个女强人 就不想 哎呀 哪说 那不是 你才两个 那不是我强点算的 你强点那 你呀 你没进贡 进贡了 没想到 你说是我的 帅人 虽然母子俩 对未来媳妇的要求 有点分歧 但我们综合所有要求之后 还是为陈先生 找到了一位 匹配度非常高的女嘉宾 可令我们意外的是 在我们看到女嘉宾的照片后 陈先生 居然对女嘉宾的外形 颇有微词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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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 又不臭又不闷了 麻烧 就是这个 定下来要的了 只要别个成人 今天吃麻烦见了 都可以了 有光有光 美国说 灯光是不关鞋的 麻烦都不关鞋 是啊 等于他说 还没用二十个人 对 还是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了 还得选调 还得选调 对啊 这蛮人 我就是不喜欢他 怎么样 小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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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收看今晚的凡人游戏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桃 今天的男嘉宾和妈妈 来我们的节目相亲 一开始呢 就贡献了一场母子小争执 从这个争执的内容呢 我们可以听到 能够满足婆婆需求的儿媳 是属于非常勤快 要做家务最好早上起来 做早饭就能让婆婆满意 但是儿子呢 并不会觉得 你早上起来做一顿十块钱 而我在外面 能随便吃的早饭 我就会因此而爱你 我们的男嘉宾说的是 不喜悍 由此可以看出 一个女人 如果既能够满足婆婆 又能够满足儿子 那么她一定是一个美貌 温柔 贤惠 能挣钱 脾气好 还能够善于做家务的女性 各位观众 这么完美的女性 我都想来一个 不管是 我嫁给她 她嫁给我都OK 是不是有这样的看法 哪怕我是一个同性 我都想要这样的女性 来跟我在一起生活 那么生活真的能够那么 如愿隐藏吗 面对这个节目 一开篇就出现了 母子争执 谁才是未来的 这个家的女主人 这样的一个矿势难题 我们的编导该如何解决呢 我刚才呢 在看你们的一个个人采访的时候呢 就听到哈 好像二位对于这个女嘉宾的人选的要求 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 男嘉宾是希望女生家务会不会做不重要 但是呢得懂事儿 是不是 但阿姨可能会更看重 希望未来的儿媳会比较能够做家务 是吗 家里面都有事 多嘛 她一个日一点 尽头轻松都愉快 其实我觉得第一应该是心疼儿子 是不是 想儿子轻松一些 但是第二呢也是因为比较传统 觉得家务应该女生来做 是不是这样的观念 我还是暂主动嘛 就是我们儿子嘛 她还是暂主动嘛 真都暂主动嘛 家里面也是啊 如果今天相亲或一会看到女嘉宾 但是呢 二位意见又发生了相左的情况 怎么办呢 我妈一般都挺好的 真的 哪个媳妇来我们家里面来 觉得我妈对她好的找不错 我妈生活妈对媳妇比对我好 你想抱孙子了哈 也不是 我认为这个女生是当我生的 我是这样子想的 我有注意到你为什么说的说着 就是眼角两边湿润起来了呢 有一点热彩 是高兴了还是说 是高兴了 高兴了喜急而泣的是吧 又高兴又激动 所以我心情特别不异 妈妈非常非常地爱你 应该说 应该说是为了你 婚姻的事情确实是憔悴的心 是 是 是 蛮憔悴的心 我觉得我受惊了很多苦 受惊了很多折磨 因为所以说我要好好地珍惜它 那个时候生活很疲 我娃娃都是这么大了的时候 就吃稀饭就很轻很淡 那时候家庭条件很差 那也是像现在能够我们吃不完 穿不完吧 现在都好玩 所以我们得好好地珍惜今天的生活 把一家人搞得一天欢欢乐乐的过日子 其实看得出你们两个母子之间的 这种感情非常的深 因为阿姨在讲吃饭话的时候 男嘉宾其实还是有点激动的是不是 我蛮辛苦的 今天我们把你约到八国城这个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的女嘉宾 在这个楼上自己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 对一会儿我们就要去跟女嘉宾见面了 那见面之前有没有想好 今天怎么来安排这个相亲的过程 见面都吃完 为什么会有这个安排 42点过程 因为注意到时间了 还是挺细心的一个男生 注意到关键的一个问题 这个时间我们就先给我们的女嘉宾打一个电话 好不好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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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姐 我是 你好 我是灵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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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现在呢 我和男嘉宾就已经到达了你工作的这个地点了 因为我们男嘉宾说想先请你吃个饭 太客气了吧 来 那个你要不你跟他说两句 没对 先下来嘛 不能我去 对不起 太死心了 先下来吃个饭 来嘛 好 你应该到吃饭时间了嘛 听说你喜欢温柔的新的女生啊 对 觉得这个声音够温柔嘛 温柔 那这样吧 我们就先走过去等他好不好 好 来 走 哈喽 哈喽 你好 你好 我现在正式介绍一下二位好不好 这是今天的男嘉宾陈伟跟他的母亲 这是今天的女嘉宾王小姐和他的闺蜜 哦 闺蜜男女 王玉琪 原来之前让陈先生和妈妈产生意见分歧的女嘉宾 就是这位曾经参加过我们节目的王小姐 哈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王玉琪 金字旁的玉 冰淇淋的琪 我是87年的 今年31岁 本期交友女嘉宾 王玉琪 31岁 身高1米60 职业 服装店老板 欢迎状况 李懿 我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一个自主创业 目前我们有做美甲这一块 然后这边有我们的女妆区 然后隔壁旁边还有我们的男妆区也有茶室 因为以前就是做美容这一块做的时间长了 然后自己觉得疲倦了累了 就想换一个觉得相对轻松的工作 就想我把东西放在这里 大家就看着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不需要有太多的语言去交流 就想很放松的很放松的一种生活状态 目前个人的收入情况的话不太稳定 有时候可能五千一万 有时候可能两万三万都不稳定 在上期节目中 王小姐温柔大方的形象 给凡人有喜的观众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但很是遗憾 最终并没有和男嘉宾牵手成功 之前我也参加过一期凡人有喜的节目 由于跟男嘉宾的见面 可能是磁场原因吧 没有太投缘 所以没有牵手成功 我对另一半的要求也没有变化 一直都是一样的 要求很简单 就是对我好 能够相互的陪伴就可以了 再一次来到凡人有喜 王小姐依然寻觅着对自己好的另一半 而性格直爽的陈先生是他一直寻找的那个人吗 原来是我们的这位女嘉宾王玉琪 她呢有个特点 我觉得外形是非常的甜美的 而且很会聊天 口才是相当了得的 自己呢又经营着一个服装店 肯定很符合妈妈的那个定义 希望 而且如果是个女腔人我也是很满意的 那么外形来说的话 我觉得配我们今天的男嘉宾 不说绰绰有余吧 那肯定也是 肯定配得起的 相信观众朋友跟我有一样的感受 那么看一下今天他们俩的相亲会怎么样呢 我想考验一下你们两个 还有没有默契度 一会儿想一想 中午想吃什么 然后偷偷的偷偷的告诉我 那这样我给你一些时间 你先去寻找一下 然后呢看看你找这家店 跟女嘉宾跟我说的是不是一样的 我觉得她的印象比较阳光 就是感情分的感觉还可以 觉得你家宾怎么样吗 哎 张姐妈接住再说 你叫什么比较比较比较 说说单身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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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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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次见面 王小姐对陈先生给出了不错的评价 而陈先生的态度却依旧有些勉强 这不禁让我们对今天的约会捏了把汗 我看你站这个地方没有动了 选好了吗 那酒姐 哪一家 对面那一家 对了 你觉得那家怎么样 都可以都可以 还行 陈先生好爽地选择了一家酒楼 但王小姐的语气却有点勉强 那么王小姐心仪的用餐地点究竟是哪里呢 应该去吃什么比较合适 偷偷说 吃中餐吧 就类似于像咖啡厅的那一种 是吗 对 咖啡厅我不会享受 说酒楼嘛 就是安静的地方 陈先生选择了大气的酒楼 而王小姐更偏爱小咖啡厅 除了咖啡厅更有情调之外 王小姐和金友团还有另外一个顾虑 其实这两个姑娘特别的善良 就是因为他们说 怕你找这些地方太破费了 知道吧 前面的这些大餐厅 那大餐厅你觉得是不适合今天的这个 不是不适合 主要是 如果说真的是这样 都没必要去 没必要那么破费 这个我觉得看看你自己选择一下 因为他们呢也推荐了一些像旁边一些小馆子 对不对 消费相对要低一点点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就是 就是你们二位一起来选择一下 听男嘉宾的吧 他觉得哪里好就哪里好 哪里 他发生过去找不到二 就那边那一家是吗 还是这一家 行 那我们就过去吧 可以去旁边那边一家点的话 会消质一些 像那种打几点呢 那种呢 也还可以 之所以会觉得 初次见面让别人破费不好的 刚开始看得起是不怎么样 然后 健康还可以 然后啊 那个 感觉性格还是多温度的 要是来点酸的才行的 现在吗 可以的 可以 你们几个 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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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活方面可能会要稍微粗心一点吧 不会像女儿的形式那么细腻一点 如果是缓动我的话肯定也就会讲 我们有好多个人就是好多个人 他刚才进来的时候不是讲了十个人的时候 我就有点冷了 我就在问你们 我们有不吃饭吗 哈哈 吃楼店才点人在餐 哎哎哎哎哎哎 你觉得哪样 你觉得哪样 可以就可以 哎呦哎呦你喜欢吃啥子呀对边很忙 我妈跟没有要吃的 我妈跟没有要吃的 我不喜欢吃 我不喜欢吃 我跟个人我也不喜欢吃 脸不复脸是吧 不喜欢 瞎我都不来做是你们来 好温度很好 嗯 哎 食食物都养生 养生那个东西都是假的 你说白了 我想你 你美女都没定 你问你前面有凉菜 要把你出凉菜的时间去走吧 凉菜不要 炒热菜 炒过很明天菜 酸菜鱼不是要拿 还好 拿着来酸菜鱼 说实话拿上头的 都没当我喜欢吃的 你喜欢吃吗 我都喜欢吃加上小菜 我还要不要 陈先生在点菜环节的表现 让我们随时都捏着一把汗 就在这时 陈妈妈也提出了抗议 陈妈妈为何不让儿子点豆腐呢 女嘉宾 那个 那个阿姨还是 阿姨还是作业 特别喜欢你啊 刚才突然偶尔跟我讲 他说 我们的 跟我点吃那个豆腐的问题 他说如果说要去点的那个豆腐 那你会去告诉了你的妈妈 听 你妈妈会不开心 会不高兴 而且他说 就把你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 嗯 这些东西不要吃 我看这也有整整的 他会给你送送你 对对对 谢谢 谢谢阿姨 好 后来过去 谢谢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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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住哪一块儿呢 住在工业油 工业油 跟那个厂里面的机械设备那些工业油 然后就是食用油我也做 以前我住了很多餐馆酒的那些 你住哪一块儿住好久了呢 住在工业油 我从2008年开始做 2008年 住了11年了 我20年车也学了出来 然后就去买了个面包车 然后再买 自己送货 就慢慢开始自己做 一四两年这儿 或者是 都买了个脚车 房子我们都买了 2009年的买了房子 买了的装饰好 2009年的买了房子 2009年的买了房子 是多能干的 是这个娘娘对子女教育的好 辛苦 我对她还是很优秀 我对她的女嘉宾 我妈一般看到你玩都优秀 男人都怎么那些 我还是个女人 我可以嫁男人来依靠男人 我觉得她的思想那些各方面都很优秀 还是跟三年有根子 还珍重老年 妈妈喜欢 哪年呢 八年 八年是狗年 是狗年人的心都好 嗯 你喜不喜欢狗啊 我喜欢狗 哈哈哈哈 你是老大吗 我是老羊 白心个妖儿老的生 哈哈哈 可以这样理解 哈哈哈哈 掌上病座也是啊 哈哈哈 嫁妨鞋我觉得有个女儿 不会做我觉得不错 现在哪个都嫁妨了 对对啊 我做的 因为女儿做家伙那种做啊 都啥子摸摸摸摸摸 整都做得好 还不如半碗来做 两个都做好了 两个都做好了 你做多少家伙啊 我呀 我想回老家做 今天从人到不做 回老家做 我为什么不建议这些 我这里不重要 我一直都是说 不重要 我 你什么时候还说 希望对方能够做家伙 都想着我快改变了 什么 我觉得很多 喜欢她妈妈的 很文化 很好散 所以一看到这种 烟生啊 就是很吃香料的那种感觉 是在某个地方结尼婚吗 在重庆 在重庆 解算的 人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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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周年了 这看周年多成长 哈哈哈哈 有句话讲的很窄呀 要说 有人不认识这个渣男 能不能过完一生 哦 能不能成熟 直接 哈哈哈 你当初是 咋下 哪一边所吸引的吗 我跟他认识很多年 这是我十几岁的时候 都认识他了 认识很多年 你都看周年了吗 这是因为人事而已 十几年前是 读书的时候认识的 对啊 哦 算是 觉得他的名 还踏实很赶 但是我长得过得去 觉得他长得帅 哦 比较高是吧 是 是 还比较高 比较背 哈哈哈 我要去回忆 还是想得起了 哈哈哈 你是啥 是这么一切呢 你两个一切 不是 长得不是 比较高大小的一切 我用你英语 所以这种类型 相处那个 那个威猛法子 他都不知道不了 一定一直 我们认识很多年 都是没有这么相处过 结了婚之后也是一定 要是我的话 我绝对 即使外边的事 事的在好我都放弃 哎 哎 你要没人 你要不要相伤 哈哈哈 如果说他对这个问题 不要在意的话 如果有那种不太自信的话 其实完全没必要的 因为在经过了这个 上一段之后 肯定对生活啊 嗯 都更了解了 觉得两个人 相处在一起 是相互 相互 相互保隆啊 相互关心最重要 真的 真的 多么的帅气 都不是最重要的了 从吃饭聊天 这个环节的话 我要给女嘉宾一个高分 因为她跟亲友团之前 就在商量说 哎 不要让男嘉宾破费哈 不要去那种酒楼这样的环境 我觉得女生 这种做法是非常得体的 而至于我们的男嘉宾 在这个环节当中 我觉得那个分数应该是 蹭蹭下降的 首先是在点菜的这个过程当中 嗯 大家也感受到了哈 对那个菜品的挑剔 以及数量 其实都显得非常的 怎么讲呢 就是考虑不周 但是跟他之后的谈话内容比起来 我觉得这都是小瑕疵了 男嘉宾说话 真是让人觉得非常的粗鲁和欠缺礼貌 这么多人的情况下 妈妈也在哈 闺蜜也在 问起女嘉宾前一段婚姻 男嘉宾的语气是 但是女嘉宾在这个环节非常的会聊天 就是我之前说她那个优点 是得到了一个灵力尽致的发挥 巧妙的避过了男嘉宾的一个画风 可是男嘉宾完全不知道收敛 还在继续穷追猛打 问了很多跟自己的外形相反的问题 听起来简直像一个吃醋的巨型醋台 希望你在接下来的一些环节当中 说话要注意一点 要收敛一点 不要这样自以为聪明抖机灵的 随意的去问女性这样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非常的欠缺礼貌 来 我的养吧 我咋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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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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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应该一般吧 不会是那种很关心贴贴人的那种 有点大男子主义人 大部分的心思 她本身她不是那种很欠喜的人 出现男娃人的时候 都不适合她在一些世界上的问题 我们就是那种很细利的小本链 做那种小本链 做事都很细 然后你以后 你那种生活有什么规划没有的呢 其实每一个成功的男人后头 都必须要有个女人才在行 不然的话 你说男人都要先成家后利业的 是的 后方都不稳定 你两个就带前方去干嘛 干了后来 老母说一给我搞半天 你挣多钱拿来之外 两个子女两个爱的人都没得 你拿钱来干啥子 如果活得来都可以尽快结婚 反正人生都要走这一步的 晚走还不如早走点 听起来真的很丧 如果一个男孩子对待婚姻的态度 他跟我说话是这样说的话 我会觉得没有什么希望 因为他觉得婚姻就是一个迟走 早走的问题 就跟死亡一样 那么也就可以说跟他结婚的感受 就是誓死如归了 因为王小姐店里有急事 午饭之后 男女嘉宾一行人便转场去 到了王小姐的服装店 两人的感情能否通过接下来的互动 而有所升温呢 我回来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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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口了 茶都算慢慢鲜 都是要不得一口的平常茶嘛 是吧 当晚的都是接口就行了 我们这个买起来都算 但是没经常喝 一口就满得喝 还赶紧 不想识识是缘分 我们好好珍惜这一份 娘娘 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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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嘛 干嘛嘛 阿姨要说什么 我今天在哪里 我今天被高兴了 好 谢谢 谢谢 有酒 谢谢 没有 没有 哪里有酒啊 都快让我直接来 有酒 有酒 对 接下来 我真的 我要为琪琪要考察考察 你问一下你的情况 我替我胡闹八卦啊 听琪琪也比较能干 你看嘛 自己开了 你看 开了两家店 都是她一个人之称 所有的 不管是从警戒也好 还有就是销售整体一些的 的话 她的内心还是比较强大的 好像一个女人经常就是在外面拼搏呀 是不是 回到家也想被一个男人合伙 关心啊 贴贴啊 对不对 我觉得按普通女人的标准来说 第一个都是男人就是说 至少哈 比如说女孩子哈 自己老婆哈 出去哈 不管是买人或东西也好的话 你是找什么样的角度来看 现在只要在经济与允许的情况下 都无所谓 挺好的 挺好的 平常给那个小苗子 都关心关心她 哦 女儿朋友都是这样 对 只要你经常就是说在意她 关心她的话 你的心都很软 现在哈 比如说你出开工作 业余时间 你都可以到她店里来 经常跟她接触 哦 因为她现在没有找到想 亲女员工啊 她现在没有亲到员工 她很少出去 像她平时的话哈 基本上在店里面 基本上在店里面 想你都可以 多接触她的生活 她特别喜欢花 比如说在高街啊 她的看美女都有花 哎 她很喜欢花 女嘉宾亲友团的提示和建议 能否在接下来的环节 给陈先生带来启发呢 你们有没有注意看到 女嘉宾在工作的时候的样子 工作室有这样子啊 还有很多人啊 评价一下嘛 哦 还认真负责 我觉得 很认真负责 嗯 因为别人都会说啊 工作中的人是最漂亮 或者最帅的 哦 漂亮啊 她不工作也漂亮 哈哈哈 然后了解她的工作之外呢 呃 我们还是希望 能够看到你的 一个细心度 包括一个耐心度 是怎么样的 那现在你看一下哈 你觉得 现在有没有什么是 你可以来做的事情 我跟段差点睡 听听听听 谢谢 我把你等着 你觉得你是紧张还是热 是刚才发生 哈哈哈 我怕把闪亮了 哈哈哈 可能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哈 嗯 不是耶 我怕不得闪亮 不得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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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我们闪散子呀 虽然是一种开玩笑的 但是还是会觉得 粉味会比较和谐 比较温暖的那种感觉 不然我们那个美甲师 给你 教你帮那个 给你抹好指甲嘛 嗯 然后然后 然后你再做一遍 看你的洗心和奶 是吗 做这个美甲工作哈 其实活挺细的 而且还需要相当有耐心 你看有些姑娘一做哈 做一个指甲一做 就是七八个小时 是真实的 啊 而且我看起来比较简单 我看做不到七八个小时 还是要做呢 哈哈哈 哎 感觉不出来 反正 反正就是炮光大蜡 我给他摸巧了 哇 哇 现在我看起来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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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扶着以为是OK 感觉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有点无从下手的感觉 你这么轻 这个能磨掉什么呀 你大胆的做嘛 这个不疼啊 对 这个不疼 因为磨重一点 为什么磨不了 你会给别人剪指向吗 可以 我和我婆婆剪的呢 除了你放过之外 你还给你妈妈呀 去前女友见过 我还洗过酒了 洗过酒了 What 问题是她的酒有点臭 我都不吃了 我还欠了很 你要帮她那个 调你的不臭 我说酒没法 你都可能没法你 你摸个酒能跟她不臭 是没有人提示的一样 天生的臭酒没法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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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相信男嘉宾对女嘉宾的那种欣赏是发自内心的 因为他觉得看到女嘉宾这个忙碌的过程 还是能够欣赏工作中的女性是最美的 可是接下来呢 我们男嘉宾的那个迷之自信病又犯了 再说到这个女嘉宾的工作的时候 他会说 哎呀你也个箭单 我还都给你做完呢 你真的很烦 你一个人这样评价便的工作好吗 结果男嘉宾瞬间被打脸 轮到他自己做支架的时候 怕的那个样子 一个大老爷们觉得去死皮 啊去死皮吗 会出血吗 你看他那个花如湿色的样子 根本就没有那么可怕 你的可怕是来自于 你对这个行业完全不了解 那么你现在还能轻松的说出 我还都给你做完了 这么轻描淡写的话吗 我觉得两个人如果真的要相互尊重 要能够携手走完余生的话 首先要从尊重对方的一切开始 包括他的外形 包括他的工作 如果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很难谈到两个人之间能够平等的相处 来到女嘉宾的服装店之后 原本有些木讷的陈先生 在众多亲友团和特派员的提示下 又是端茶又是打扇 并且毫无怨言 殷勤而真诚的表现 让王小姐对她的好感也是不断提升 虽然赢得了女嘉宾的肯定 但陈妈妈看着一直忙碌的儿子 脸上的笑容却在此刻有些僵硬 十万群山 一瓶好药膏 一万群山 这里是广西的十万群山 也是葛洪药膏的天然药材基地 葛洪药膏所用的药材 大多采自广西十万深山 地道野生 葛洪药膏只相信 药材好才有好疗效 一斤药 浓缩二两高 风湿骨痛 慢性腰腿痛 腰痛 腿痛 关节肿痛 葛洪药膏 试一试 心悸气短 失眠多梦 尿瓶 十种常见病症 葛洪牌桂龙药膏 值得试一试 调节血脂 养护血管 请喝脚骨牌脚骨蓝茶 红毛国药提醒您 天气炎热 注意防暑降温 高血压 高血脂 高血糖 血液粘稠 均属烘血范畴 猛齐清血八味片 清烘血 猛齐清血八味片 调节血脂 养护血管 请喝脚骨牌脚骨蓝茶 好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 每年八月七号或八号 太阳到达黄金一百三十五度时 为立秋 这是胡同树开始落叶 预示着炎热的夏天即将过去 秋天即将来 因此有落叶之秋的场合 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 但立秋到了 并不是秋天凉爽的天气已经到来 还有秋老虎的微微 不同于肠下属湿 入秋后早令当时天气干燥 大家不妨吃些滋润的食品 如鸣耳板和蜂蜜等 季清热有人走 重庆都市频道 幸福好时光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阿姨 刚刚我们的男嘉宾 跟女嘉宾剪了一下指甲 还打磨了一下 这样待遇你原来享受过吗 儿子有为你做过吗 没有 没有啊 他一天都高兵 阿姨会心疼儿子 就给女朋友做这些事情吗 可他休闭心疼 妈妈本来都不需要做事 我最多次跟他剪下指甲 然后他有时候收到居住 他叫我给他调一下 然后我给他调一下 他来你得居住 可是做成了自己 只带别调 我就是这些小的时间 也是没注意到 也许是察觉到陈妈妈的微妙变化 上界仁义的汪小姐 也悄悄地决定为陈妈妈做一件事 这是要干嘛呢 我想我给男嘉宾的妈妈 包一个小礼物 给他妈妈包啊 是的 为什么要想到给他妈妈包呢 作为一个母亲 买孩子养这么大 也很辛苦 不容易 也觉得他妈妈特别的和善 然后看他妈妈也觉得很亲切 今天陪着我们奔波 劳累了一天 然后送一个小礼物给老人家 希望他能喜欢 阿姨看到儿子在那里 为女嘉宾磨磨手指甲 心里也是百感交集 相信也是非常有感慨的 因为自己做饭受了伤 那个刺一直扎在手里的没人管 但是真的是有了媳妇忘了娘 相信我们现在 阿姨的心里 是非常的崩溃的 我觉得阿姨以后 不管是跟自己的儿媳相处 还是跟儿子相处 建议呢 都是实话实说 有话就说话 但是女嘉宾在这个环节上 比男嘉宾做得好太多了 她竟然及时的送了一件衣服 给我们的阿姨 女嘉宾的这一招非常的高 其实男嘉宾这种情商不太高的人 非常适合 配一个像女嘉宾这种情商高的伴侣 来帮你铺平生活当中 被你自己那种迷之自信 那些直接不太礼貌的那些言行 造成的那些坑坑洼洼 都来由她来帮你抚平 谢谢你来 这个送给你 因为我觉得今天阿姨也辛苦了 然后陪着你儿子忙了一天 奔波了一天 送给你一个小小的心意 你太客气了 谢谢 给你送了一条裙子 因为我觉得女生 我们女人 不管在什么年龄阶段 肯定都是爱美的 然后送了一条浅蓝色的裙子 因为这个颜色可能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 然后我妈妈也很喜欢这个颜色 第二个裙子稍微偏长一点点 可以盖住我们的膝盖 你不会担心穿裙子量着你的腿 然后它还有面料式那种棉麻的 穿上会比较舒服比较舒适 我希望你能够喜欢阿姨 谢谢 谢谢 就试穿一下看看合不合适 阿姨好看 我听陈伟和我说 好像这辈子没怎么穿过裙子是吗 我没有穿 因为我一天都是爱做 因为工作不方便 这个裙子我个人觉得 有着不太一样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有可能是你未来的儿媳送给你的 对不对 而且此在我们节目一开场 当时你也提到 其实呢 看得出来你非常非常的希望 能够有一个儿媳 像自己的女儿一样 是不是 那今天你看看 我们女嘉宾的最后这个时间 我觉得她这个举动 非常非常的有爱心也有孝心 是吗 都成我生命女儿一样 就像女儿一样 对 我自己生命女儿还关心 从来一边都可以看出来 那个女嘉宾是非常那个 动手的 很温柔体贴的一个人 我挺感动的 她对妈妈很高 现在呢 你看在我身边有两个女人 一个是养育了你一辈子的母亲 对不对 这一位呢是你要追求的一个女孩 趁着这个时候 把她及时地表达出来 好不好 妈妈呀 一直以来呀 对我这个个人问题 都超出了心 我希望在这次努力的争取 把握好这一次机会 爸妈 你新的儿子 妈妈没吃 妈妈你好 好你最 我喜欢你偶爱你 小房妹妹 我喜欢你偶爱你 希望你在我们家 我觉得你是最优秀的 最美丽的一个 好 能成为一个好戏 谢谢阿姨 谢谢 我特别高兴 中间说不错的 我觉得女儿男能够开一个店 已经太了不起了 中间说都是很有 很优秀的一个 还是很有才华的 真的可以说是 都是很能干 都是 我个人承担 能够打你 十年 找他们幸福 我还高兴 因为那种 他又互相 又体贴 关心 又干净 相似是一种缘分 我想在我们以后的路当中 能够 大家都能够 认真地对待 争取一个圆满的结局 然后今天 就是 我也不晓得给你买了 就买了一盒 那个巧克力 他们都说 女儿是喜欢巧克力的 喜欢吃巧克力的 希望你能够 解释我这一片心意 谁爱不是要说 谁爱 怕啥 你好 谁 一会呢 你把巧克力打开 拿出一颗 好不好 如果说 女嘉宾 愿意接受男嘉宾 选择牵手成功 那么请你 在男嘉宾 打开这个巧克力上面 咬下一口 如果说 女嘉宾选择牵手失败 则不需要 做出这个举动 明白吗 好 明白 三 二 二 一 吕嘉宾请做选择 欢迎有喜 我们等你 吕嘉宾请做选择 吕嘉宾请做选择 吕嘉宾的巧克力就代表着今天是什么 牵手成功了是不是 好 现在两个人嘴里边都有甜甜的巧克力 也象征着你们未来甜甜蜜蜜的新的生活 这样嘛 最后的时间拥抱一下嘛 好不好 我拥抱着爱 当从梦中醒来 你执着的等待 哎呦 阿姨好开心哦 真像抱自己女儿一样 好 今次节目将结束 我是情感观察员肥曹 两个人牵手成功了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今天这个节目看的我是 信息量好大 我也吐了男嘉宾不少的槽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为女嘉宾念一把汗 因为男嘉宾的这种 种种表现吧 我会觉得 女嘉宾心里是否会对她有所看法 但是没有 她真的是表现了非常好的一种 包容性体贴 高情商 今天是要为女嘉宾打一个高分的 甚至最后三个人抱在一起 团团圆圆 阿姨那个脸蹭我们的女嘉宾蹭了又蹭 真的就像爱一个宝贝一样 我可以说阿姨对我们女嘉宾的欣赏是发自内心的 并不是因为那件衣服开都只是开个玩笑 也祝福我们的女嘉宾和男嘉宾 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当中也能够愉快的相处 也希望我们的男嘉宾跟着女嘉宾多学点提升情商 以后能够把这个家经营得更加的温馨和美好